剧本都写不出的综艺名场面 我觉得大老板就不会是他们的长辈 可是我还是选长话吧 因为感觉长话是 长话不要那种帅钱的感觉 痛吗 一几啊 前后二几 这次是大声声话会抽的 分娩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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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绑 对我说浪漫情人 我妈 后面真的 真加阿美 好兄弟 好兄弟 你是不是好兄弟 你是不是好兄弟 好你看不够 不能忘记 我是 我是 再一位是小猪 小猪 小猪 想听啥 没人理会 不想看 不可我少 论丁哥 论丁哥对药文的右载滤镜有多深 有个环节是给照片贴上贴纸 小丁给药文贴了回笔结 我还以为是因为可爱之类的 结果丁哥说出原因 我真服了 可以用我的舌吗 微博 吃饭 好好吃饭 请问丁程鑫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你认为 一顶八级的弟弟吃饭会需要用微博啊 十万有没有人管管阳浩翔啊 这人怎么还脱粉回彩啊 以前的阳浩翔和十万的画风是这样的 当十万被脱淘时 阳浩翔也会负得十万 不能因为他长得重就叫他猪啊 可是后来十万逐渐没有一公寺小猫 偶尔还要被主人嫌弃一下 这只猫怎么还嫌这么熟 这不是我家那只飞猫吗 这个演义 这个演义 现在他是真的脱粉并且回彩了 十万现在更胖五叔一样的老哥 十万 就你小子在外面到处跟人说我胖是吧 张哥你要知道有时候弟弟是可以收拾到 萱萱下向其输给了小刘后 小刘建议萱萱去找张哥想 这边张哥想玩 张哥还没来得及拒绝 这边萱萱就先嫌弃了起来 我不要听张哥想 张哥想没有人紫心吗 身为哥哥同时又是学长的张哥 会在小松喊自己去超市的时候 第一时间冲去找弟弟 张先生突然发信息 说小麦不 那时候我衣服都没穿在床上 然后我就冲了 叫我过去人 然后就让我紧错了 其他人都在研究照片上的五官分别属于谁 而小松在专注于研究张哥的脸 我鼻子你这也不是听起来的 一块另外 师团原则是什么呀 我不知道 采访时马嘉琪的问题是 赫敏对你说1加1等于3 你会什么 是 是 没有原则的 作为人给他们发牌时 说不许偷看 谁看谁是小狗 谁看谁是小狗 你这样说吗 喂喂喂 喂喂喂 师团这波属实是PTSD了 之前浩翔接牛排疯狂撒烟 吃了的兄弟都不言而喻 后面他和小赫一起烤串 拿给兄弟们识 幼儿说 这一定是瑶瑶就走 两年前真人玩推手大赛时的名场面 两年后听到又进行这场游戏时的反应 又推手 可能是见惯了生日时蛋糕的下场 这样呢 或是这样呢 后面马哥生日 那就可以把蛋糕放下去 不想像下雨没有出现在我的脸上 连小赫跟工作人员对流程时都要问一句 笑死了 原来倒霉这东西它还传染呢 先有着玩吃烤冷面 结果烤冷面掉了 又有跟崔鑫吃火锅 结果锅烂了 哈哈哈哈哈哈 最为美的最批鸣 最破铺是他父死活的莫子 我姓名 你需要一些吗 他不不会的性别下去吗 你连我叫啥都不知道 似曾相识的感觉 他不就来了 好一点我们只是选个碗 用饭是吗 用饭是吗 是不是拿这个碗装外面下的眼神 然后看谁装的多 意思吗就是 想到这个答案的时候 我们自己也吓了一跳 Oh my god 我怎么没想到 宣哥当初原来是这个意思 马加提 一个搅占不着地的男人 二周年时候被轮番公主抱的是他 拍摄间隙被一整个端起来的人也是他 原本是个运球的游戏 正是被感受完成了日马哥的游戏 白白牛已经过去了 这啥呀 这些 无聊时候还能带马哥体验一下旋转木马 别人偷小孩 这里是倒霉熊孩子偷马哥 拜托给小马一条活路吧 这就是养儿子和养女儿的区别吗 小女儿 我们学前真可爱 她知道吗 小孩子 不行 我千万不要了 啊 你试试看小辣 她她们俩捍坏了 快快快 呜 啊 啊 不要 誰啊 誰啊 再拍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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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腦癢 這是腦癢 對啊 誰知道你這樣咬不咬 翔哥 我就幹啥了 出去 你不能放你的腰尾哦 你不愛你的腰尾哦 你不愛你的腰尾哦 嗨嗨嗨 如果我真的不能讓你著迷 早知他来 我就不来了 你看是不是 我一来 他就要走了 我多会说要走了 谁刀 你不能说话了 你想想 那你回忆啊 那你还要我想 什么用 我不能说